联赛第十六轮的一场补赛 由河南苏山卢门对阵上海海港 左脚开起来到后点 蒋光泰投球顶到了 这球还有机会 恩迪亚耶的强点把球停出了底线 左脚炫起来还是前点 测到中路机会 蒋光泰 蒋光泰海港的第一场比赛收获进球了 吕文君在前点投球后蹭 蒋光泰后点埋伏 把球打进空门 1-0上海海港25分钟破冰 红木轩分到右侧 王水源调整一下 面对吕文君扣 再给回来可以直接起了 这次落点 中路有机会 左脚的射门来自杨帅 这球没有打上力量 这严峻林拿到 这球发上力可能就进 杨帅这波进攻完成了两次射门 自己往前推荐 恩迪亚耶上身体这边抢下来了 这是个机会 反击站才会刚往中路给 保里尼要领到进去里边 先扣一下漂亮 再传机会打磨 二十年蔡惠康 这球接到保里尼要的助攻 这是恩迪亚耶在前场 就力反抢 海港断球之后 行动快速进攻 保里尼要轻巧的左脚扣球 是这次进攻的点睛之笔 然后后腰蔡惠康插上 跟进冷静推射 好像有个小变线 这个球打进球门 这个自由机会面对温角 这个就是场地问题了 他最后蹬这一下发力的时候 应该是卡住了 对卡地上了 然后还撞到了这个 严峻林 张立鹏出来还是摆脱了 保里尼要再回吹 终于浩自己往前带 伊萨卡龙 这一下身位卡得很好 这一下和终于浩对抗 哎呦 蒋光泰出脚 好像真踢到人了 先踢到人 再踢到球吧 蒋光泰上半场比赛 有一个进球 下半场比赛 有可能会送礼 点球 如果是这个 就是说威亚提醒他的话 80%他都会去判 面对严峻林 两个国小对话 红一号右脚打门 严峻林把球拖了出来 这个球打的质量很差 打赛中路 所以说刚才我为什么说 就是说发点就是说 我说阿德里安下了 换保里尼奥 保里尼奥被换下 等巴尔加斯去打他那个位置 然后是伊萨卡龙被换下 吴磊去打右边前卫啊 有机会黄泽昌自己突破 面对两个人的防守 黄泽昌走外线 调整一下黄泽昌再给皮纳 直接打门好球 严峻林 过了牛子一 中路员安迪亚耶 安迪亚耶先往后连跑 突然跑前点 往中路转 巴尔加斯直接打门了 很有想法啊 想拉一个弧线 又断了 乌磊 乌磊这次自己射门好球 跟你不射 哇 巴尔加斯把这球打在门角怀里了 再抢天洛黄子昌 这肯定要吃牌了 这肯定要吃牌了 张华晨要翻下去了吧 刚才有牌吧 那就翻下去了 这个球我刚刚我就是第一天想说为什么要铲球 因为你的后卫在你的后边给你补着位呢 其实他要清楚这是一次反击战 后点有机会投球 乌尼西顶下来外围凌空 还有机会 乌磊转身 右脚打门没进 越卫累了 往上远右脚开出来到中路 有机会投球 很大 漂亮 托马斯匹纳 1比2 比赛81分钟 西米亚中场的第一个中超进球来了 也是通过脚球战得分 是不是前点也蹭了一下啊 前点蹭了一下 这球皮纳打得好 打得一败脚背啊 点球进了可能也就没有那红盘了 还有这球 还有机会摆下来 王上远 左脚上完 哇哦 阎君灵 做出精彩无救 王上远这一次胸部停球 左脚打 非常脆啊 再来看一下 看看脚球 开起来前点 有机会 现在对于这个河南来说 只有现在定位球 现在定位球是最有威胁的 这球书尼奇顶着这球 踩着立柱出了底线 再来看 终于浩换到右脚 他左右脚都可以的 再传自然这次偷球 好球 宋尼奇没上啊 对不起在这儿呢 二点的 终于浩机会 终于浩换到右脚 再传 苏尼奇露 转身打完 漂亮 阎君灵啊 哦 世界级的扑球 真是世界级的扑球啊 这卡里略这球打得是真好啊 王上远 右脚掉高球 就是让苏尼奇露过来 万战 阎君灵把球拿到 这样的话 全场比赛结束了哨音 最终赛海港是有惊无险 在第16轮的补赛里边 2比1战胜了河南苏尚卢